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在上一集我们看到了连申活佛特别南下嘉义探望老朋友 也是真佛宗的恩人图德奇图县长 图县长赠送他的著作《德施云烟》给连申活佛 圣尊看得非常仔细 而嘉义是连申活佛卢盛宴的出生地 本来圣尊还想到附近的古迹多走走 可是知道了姚池仙院已经有很多同门在此等候 图县长于是还是陪同连申活佛到嘉义真佛宗的姚池仙院加持大家 现在我们就继续来看当天连申活佛宝贵的开示 如果今天来到这里 姚池仙院也好像回家一样 回到自己的家 那当初啊 这个开启天眼 这个图县长在书里面有写到喔 他写到我受姚池金母开启天眼 然后以后的行道的一切事情 全部是姚池金母之与 姚池金母等于是我的母亲一样 所以我虽然是陈皇爷的义子 陈皇爷的义子 其实有很多的帮忙啊 家义陈皇 啊 等于是我的父亲一样 那回到家义陈皇也是回到家啦 对不对 陈皇庙也是家啦 那么 她是金母也是我的母亲啦 那回到这里也等于回到家啦 那我在家义出生啊 那我在家义出生啊 也等于是回到家啦 我是家义后子啊 家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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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看到这个图县长 图县长也是 等于是 在世的陈皇也一样 看到这个图县长就等于看到亲人一样 这样子合起来啊 真的是啊 因言记住 因言记住 使这一趟的嘉义之行啊 啊 啊 觉得心理上非常的踏实 啊 非常的踏实 那我看这个姚思仙艳呢 这里的姚思金母 跟所有的诸佛福萨 都非常的庄严 好 非常的庄严 将来在这个 将来在这个 讲师法师的指引之下 一定能够在嘉义 该一个 嘉义的的一段式 在姚思金母解脱真经里面啊 她有讲了一句话 我是很重视这一句话 也就是说 嘉义经母讲 从哪里失去的 就从哪里得回来 从哪里失去的 就从哪里给它修回来 我们每一个人啊 都是从哪里失去的 但是我们修道就是 从哪里失去的 就从哪里给它修回来 也就是你从哪里来的 你就回到哪里去 这个就是修道 是修道 渡县长写了一本书 叫做德思 烟云 德思盈焉 德思盈焉 写了一本书 讲的就是德思两个字 德思两个字 其实真正的话 是无得无私 你们要认清楚 大家要认清楚 这世界啊 是让你课程 课程啊 就是当客人 这个德思盈焉 德思盈焉 德思盈焉 胡县长写的书 里面也写到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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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德思两个字啊 刚好是牙齿经文讲 没有德也没有事 原来我们的佛性就在那里 没有德也没有事 人生呢 就是课程 你在人间里面做客 在这个沙佛世界 红尘啊 做客 所以联极上师的那个 这个挂山雷藏寺 联极上师有挂山雷藏寺 他楼上是密坛 楼下是说起一个名字 叫红尘阿辉 也就是说 我们人间啊 在人间啊 在网上 就到牙齿经母 牙齿鲜艳去 网下 就在红尘当客人 只是课程 我们客机这个人间而已 所以大家必须要记得 我们每一个人啊 就像 德思淫焉一样 德思淫焉一样 其实没有德 也没有思 你根本也没有来 也没有去 想有来 有去 是一种方便 其实真正的道理是 无来无去 没有来 也没有去 那大家明白 要明白 要明白 无来无去 无得无私 那么你 那么你以这几个字 在人间之间 你就可以任应自在 你如果有得有失 就会产生烦恼 无得无私 你就断掉烦恼 那你如果有来有去 就会有痛苦 你如果 无来无去 而且能够证明 无来无去 的话 你就修到 有得到正果 所以今天啊 在姚慈先念 就是简单 这个讲举记 那么 让大家 本身有一个 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啦 第一次跟所有的这个同盟 那么 结一个言 无来无去 无得无私 我妈的便利好 三宝山 在三宝山 一共是多少 3.6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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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两甲地 200米 可以踢2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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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踢400米 可以踢200米 的 就是分的比 好 黎生活佛给了一个很高的分数 在瑶池仙院还特别的要加持大家 一切吉祥如意 手做的事情 手想的事情都能够实现 每一个人增加福分 跟增加支配 如果有什么灾难的话 很快的给它消除掉 谢谢师尊 充请师尊加持 站站站 那无其要是进入大天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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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池仙院的莲庆法师 与姚池基姆的姻缘很深 带领这里成立同修的地方 未来也将筹建更大的雷葬寺 我们也祝福他们 也欢迎嘉义有缘的朋友 能够前往护池 离开了嘉义姚池仙院 联生活佛特别要前往一个地方 那就是嘉义的城隍庙 原来圣尊出生在嘉义 虽然以前祖父是嘉义的首父 但经过二次大战逃难的缘故 使得嘉境转为贫困 婴儿时期 联生活佛只能吃米乎 造成身体很弱 很难养大 所以妈妈就带着联生活佛 去拜这里的城隍爷 任他做义父 以至后来可以平安长大 所以联生活佛是嘉义城隍爷的义子 来到嘉义当然要礼拜 而联生活佛书中也提到 为救度众生 常请城隍爷帮忙 曾招请过澎湖城隍 台中城隍 峡海城隍 新竹都城隍 台南府城隍 县城隍 小城隍 高雄城隍 当然也包括了义父嘉义城隍 而由这一位曾经是嘉义的父母官 图德齐县长 陪同圣尊连生活佛 礼拜城隍庙 令我们有更多的感触 阿玛丽 阿玛丽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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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车子稀上过 雨水滔滔来时 人车全部逐水流 因果报应流传很久 只是这耳听那耳出 未到实质何曾丑 经见弟子在狱中 想救他无理由 只因一局残骑尚未收 云散烂仓江岭上 一线吊篮挂钩钩 多少灾民苦哀嚎 多少家园会其中 苦恨重建 此时此刻谁来伸出援手 寄予功臣客 全凭良知周不周 存个天心最有情 莫要银丝乐意时 免除幽民地狱再相逢 在笑容 您快请 那儿 你怎么去 终往下 这儿 费营 你怎么会 应该想要 没想要 还没想要 没想到 有 明信 你怎么会 这儿 有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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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上司 各位法師 還有禁忌雷上司 那個王獎師 還有獎師 這個 助教 唐主 還有各位同盟 大家午安 今天 我本來是 前一天 昨天 我沒有出門 前一天 到嘉義去 去見 那個圖德奇 圖德奇 圖德奇先生 本來想說 再來就沒有事了 應該 要回去的時間 也差不多了 回西雅圖的時間 也差不多 不是說 回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結果 連擊 上司 跟我講 那這個 有一個 邀請函 是 是 經濟雷上司 那我一想是 他是連擊 那這裡又是經濟 那就是很緊急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就很快 今天 中午的時候 就決定要過來 我想 因為 天氣很冷 這幾天 都有寒流 而且這裡的 風很大 應該不會有什麼人 來啦 頂一下 那 這個 姚子金母 跟諸佛菩薩 很快就可以 這個 就可以 回去了 哈哈哈哈 啊 沒想到 一來 哇 怎麼也坐滿 時代進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有這個 鑄雷上司的法師 都可以 通通都跑來 這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 動眼的力量 這個動眼的力量 也是相當 相當驚人 像我爸爸 才今天中午才決定 決定 沒想到一下子 大家都來 上次去高雄跟台北啊 都有一個 一個協定 就是說 讓這個 到哪一個堂 或哪一個地方 都請這個 就發問一個問題 就 講一個問題 然後世尊給他 做一個 圓滿的 這個 解答 好像到了 金傑爺上司 我們在法畫面 來講 就是說 發一個問題 那世尊 把這個問題 做一個 闡述 那現在呢 就請這個 金傑爺上司 或者有其他的同盟 你們 所有什麼問題 就 以前都是只有一個 一個 就發一個問題 讓世尊給他 闡述的 講得清楚一點 我今天 要為 替大家 請示的是 請世尊開示 遙迟金木的金丹大道 跟我們密教的二貫 他的細部 還有他們的關聯性 好 請世尊也一開示 好 好 因為啊 也要是金母本身來講起來 他說 他本身是 可以講 道家的無老 道家無老 之一 因為他是 是 正守在西方 所以才叫做 西方 遙辭 大聖 這個 金 大天尊 那麼金呢 是屬西方 西方屬金 在五行上講起來 中央 中央屬土 我們叫防老 防老 就是道家無老 中央屬土 就是防老 那麼東方屬木 東方屬木 叫木公上性 上聖 木公上聖 西方屬金 就是遙辭金 南方屬佛 叫做佛德 佛德 北方屬水 啊 叫做水晶 水晶子 也就是水德 有 那麼道家無老 在道佛之間來講起來 等同於 這個佛教的 五方佛 佛教的五方佛 五老的地位 在道家來講起來 跟五方佛是同樣的地位 所以遙辭金母的地位 非常的崇高 啊 它等於佛一樣 那我個人啊 剛開始的時候是遙辭金母 這個開啟 從遙辭金母這裡開啟的 那我是把這個道跟佛 融會貫通 像佛來講起來啊 這個西方 就是阿彌陀佛 西方就是阿彌陀佛 那麼東方 就是阿楚佛 北方 就不空成就佛 南方就是保身佛 中央 是壁獨遮那佛 也是分手五方 那個在 在佛教講起來 我們修二貫 修二貫 我們 我們稱為五輪 五輪 那麼五輪啊 跟五佛有關 那五佛啊 又化為五大金剛 就化為五大金剛 所以佛跟金剛 之間啊 金剛明王之間 又互相有關聯 互相有關聯在 我們知道的這個 這個頂 眉心輪啊 是 畢如遮那佛 畢如遮那佛 這個喉輪 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心輪 是阿彌如來 阿彌佛 那麼 季輪 是保身佛 密輪 是不空成就佛 那麼就化為五大金剛呢 五大金剛 又 跟五佛有關聯的 就是正守在五輪 這是一個修行的一個那個 那麼 姚思金母曾經講過 你的所有的業 從哪裡露出去 你的精氣神從哪裡露出去 就從哪裡收回來 在姚思金母他講了這樣的一句話 就是在 姚思金母解脫收言真經裡面 有提到的 你精氣神從哪裡出去 就從哪裡收回來 這跟我們密教的這個五輪有關 姚思金母解脫真經的修行 與密教有何關聯 歡迎您繼續密切鎖定 連身活佛的開示 歡迎收看給你點上新燈 我們把鏡頭轉到台中 在2009年 連身活佛 我叫金吉雷藏四 談到了姚思金母 金丹大法 與密教五輪是有關聯的 我們就繼續來看 當天連身活佛寶貴的開示 這跟我們密教的這個五輪有關聯 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修行 所以我們修行 我們密教二貫的修行 我們密教二貫的修行 就是在金 木水佛土地水佛空空 有關聯的修行 我們是以佛在下 水在上 以空襲來運轉 用空襲來運轉 人的身體 宜宙的形成 在密教來講 都是由空而成 空輪 我們人身體的運轉 血氣的運轉 全部都是由空來 來做作用 由空來作用 空是一種運轉的力 所以我們修行 所以我們修行開始的時候 密教講 二貫的內容 先由保平氣開始 先由保平氣開始 保平氣就是在修空 保平氣就是在修空 修空 我們平時啊 好像我們的衣鬼裡面有 有講到做九劫佛空 九劫佛空就是在修空 那麼修空呢 再把這個空在運轉當中 你氣很足了 那麼再來修佛 就是把著佛給他升起來 那著佛你升得很旺了 上升了到頂輪了 就把水啊 原來的這個菩提心業役 在眉心輪的所有的天庭水 給他熔絕 就變成菩提心業役 菩提心業役它就會下降 這個就是水跟佛互相熔 融在哪裡呢 融在心輪 那麼心輪就是屬於土 土的中央啊 一個中央的地方 由這裡先融解開始 就把心輪打開 以水跟佛來融解這個土 由心輪先打開 把心先打開 我們稱為這個時候啊 你就可以明心 明白了心 看見了佛性 以後呢 再把中脈整個通了 因為你氣在運行的時候啊 方便氣進入到中脈 就變成智慧氣 那這個智慧的氣啊 在中脈裡面 因為空襲的運轉 使火上升 水下降 在心輪裡面集合 先把心輪打開 因為心輪裡面就有佛性 你就看見了佛性 明白了心 看見佛性 從此以後你就是明心見性 連身活佛談五輪的力法 精彩內容請繼續鎖定